台南有一名男子久后开着车来到前妻家要求进门 没有想到呢前妻害两个儿子拒绝开门 他恼羞成怒竟然直接开车冲撞了铁卷门 把原本停放在门口的机车也都一起撞进屋内了 而这巨大声响也吓坏了附近居民 幸好四个人都只有受到轻伤没有大碍 铁卷门柱严重变形 中间部分更是直接被削掉一大块 肇事车辆旁还卡着一部机车玻璃碎片散落一地 门外整排机车被撞得东倒 其外附近邻居半夜听到巨响都被吓坏了 时间回到15号凌晨 54岁的高姓男子久后开着车 来到台南市文贤路上的谢姓前妻家 与前妻和两个儿子发生争吵 让他不得其门而入 男子气不过开着车直接撞进民宅一楼的客厅内 他喝酒还怎么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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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事隔一天回到现场 撞坏的铁卷门只能先用门帘挡住 门外堆满了被撞坏的家具 谢姓女子已经申请了及时保护令 防止潜伏在上海家人 中天新闻赖冠章掌醒以台南报导